秋高气爽艳阳高照三支区三河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了小路慢慢走三河漫活节的活动 希望借由活动漫游三支三河社区 并且也透过来到社区的实地踏踩 深度的认识三支 感受三河社区的美丽风景 品尝在地美食 并且将当季献采的农作物带回家 因为今天天气真的是秋高气爽 虽然有三十五六度 欢迎各位到我们三河社区来这边游玩 那公所一直对三支步道都一直 开始在做一些建设美化 那也跟社区做一些结合 那这场活动其实是热身赛 我们明年的三月有那个樱花季 到时候我们大家再一起来 来把我们三支步道 把它宣传出去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三支 这一次的活动 邀请到三支幼儿园的孩子 来当开场表演嘉宾 可爱的装扮与充忙活力的舞蹈 为活动揭开序幕 此外今年社区还办理了摄影比赛 特别为小朋友们开设了组别 也趁着活动要来授奖 更让小朋友可以认识家乡 并且让孩子眼中的家乡 透过比赛让更多人看见 我们三支就是爱扣观光 怎么样我们用观光体验深度旅游 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来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所在这个地方 三支步道 孟凯在过去我们在地 没关系我们的代表主席 我们的地方的士尊 我们的里長都给我提醒 说一定爱我们要清楚 把我们三支步道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三个社区一直致力于我们这些社区的发展 把我们很多的这些农村的一些作物 或是说把它做了一些做一个改造 然后呢让我们这些小农经济 或者是一些农村的一些食品 可以呢来做一个推广 这次我们感谢我们理事长 来办这个活动 让大家走出来 来沟通聊天 可以说我们拍摄和理事长 感谢一下 理事长的地方 他做得很好 现在回来就接理事长 所以有这个心 他不可以有原因 一直关心我们社区 球季正好也是三支角白笋的产季 社区的活动除了农特产市集 还办理了趣味的当季农特产拍卖活动 角白笋莲藕与地瓜在拍卖官的主持下 一下就被产购一空 而三盒社区也期待 不论是在地人文风情还是农特产 都要透过活动给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认识三盒社区 进而吸引情子造访 为社区带来观光活络与经济 剧场平和三次采访报导 我们在这边有点火力量的 在这边有点火力量的